我们来介绍一下几率 首先的话呢 在介绍几率之前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介绍的话呢 样本空间 所谓的sample space sample space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的话呢 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所有的可能 就是所谓的样本空间 那么event 所谓的事件 就是我们的话呢 要准备研究的状况 那我们是称为event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样本空间的话呢 是所有的状况 事件是特定的一种状况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几率的意思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这么说了 几率的话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写法 number of simple space 习惯的是用一个 omega来代表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习惯的话呢 number of 它的数量 所有状况的数量 分支事件的一个数量 这样的讲的话呢 同学可能会觉得 不是很容易了解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同学就会知道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例子 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么说了 我们投资一个 一颗骰子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出现 偶数点的几率 各位同学看一下 那么各位同学就应该 非常的了解 几率是怎么算的 这个几率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一颗骰子的话呢 它有几种可能 它一共有六个面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这个样本空间 四次是几呢 是六 偶数点 偶数点的话呢 是两点 四点 六点 所以的话呢 它这个事件 它的数量是几呢 是三 所以的话呢 我们几率很简单的 这么说了 这个几率的定义 就是所有状况的数量 分支事件的数量 有另外一种情况 同学也必须要知道 几率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 以几何的观点来说 所有整个的面积 比如说 这个的话呢 整块的面积 那这边的话呢 是占的是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三分之一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知道的话呢 这边的几率 我们要是 发生在左边的 这边的几率 就是它的比例 也我们也可以使用的是 这个地方的是数量 我们也可以把它修改为 面积的方式 面积的比 也是我们所谓的 几率的计算方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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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